45樓的公寓如果全部拆掉 我們大概有估算過 那個會有50個101的廢棄物 那如果改建成15樓的話 那支援就是用掉3倍的話 他就會是150個101 那我就要報告就是說 各位財群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謝金河 歡迎大家來收看老謝開講 那麼大家可以看到在這些年當中 我們如果有外國客人 坐飛機從桃園機場降落 一路走過來 他會先看到在五谷的很多的鐵皮屋 然後到了建國南北路 兩側看過去 大部分的支老房子居多 隨著台灣經濟的不斷的往前走 都市的重建跟更新 會成為未來發展的重中之重 那我們也看到 台北市的柯市長不斷的在 強調都更的重要性 我們在最近走到街頭 也大概可以看到 像在我們公司附近 原來的亞斯杜飯店 他掛起一個招牌叫 威老杜庚重建 那他也加入了杜庚的行列 今天我們特別訪問到的是 台北市的杜庚處長 陳處長 處長好 處長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想今天非常歡迎處長 來跟大家談談 台北市在早期很多大陸的人來台灣 一看他說台灣都是老房子 但我說台灣有底印的 就是說台灣人的文化底印是深的 那當然我們也慢慢看到 比方說像正義國宅現在在忠孝東路重蓋之後 那個是很雄偉的 我看那個大樓這樣聳利 那透過杜庚 現在他重新再度站起來 那偽老杜庚的重建有很多相對是比較脆弱的 在一旦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那逃無抵抗力 所以台北市在未來的都市更新計畫當中 處長有哪些想法 我先跟市長跟各位觀眾朋友報告 台北市30年以上的房子是64萬戶 5樓以下的大概有47萬戶 維根老這件事情我就要把它拆分 維根老要拆開 對那維的那個事情應該就是說 希望給他容積獎勵 訊行劃定以後給他容積獎勵 訊行劃定他只要50%的同意 就可以進到門檻 那後面的程序我們就會快快的走 速審待拆 這個的時間要讓他短 那少數的不同一戶的這個情況 那我們就會兩師兩工的協調 那現在內政部修法了以後 這個部分的協商的過程可以更簡化 對都市更新的推動 大概都有一定的幫助 好 現在就是說 有迫切的燃眉之急 一定要在期限之中來解決 是 那老現在就是說老很多人難認定 但是我想在都更的路上 如何讓民眾能夠感受到 就是你這是一個必要的過程 也就是說很多老房子年紀大的人 要醫院就醫 要人背 我有朋友跟我一起跑步人 他開計程車 他就爬到樓上去把病人背下來 送到他醫院 看完病再背他回去 所以這個就是說 社會確實有都更的那種潛在的需求 那其實聽市長講這種故事其實很難過 就是說我們做更新的 其實就是希望給大家一個舒適安全的環境 那聽到像這種故事 其實很多的45樓的公寓就是這樣的一個情境 老的那個部分涉及到重建的資源合理的分配 45樓的公寓如果全部拆掉 我們大概有估算過 那個會有50個101的廢棄物 好那如果改建成15樓的話 那資源就是用掉3倍的話 他就會是150個101 那我就要報告就是說 短時間全部的更新 恐怕是不切實際的一些主要 恐怕營建的能量 這個再加上現在缺工缺料的這個影響 大概也不是那麼容易 但這個部分在排程上 就是怎麼樣簡化 讓想都更的人都更 重點是他要想 這個是從重建的方式來做 另外就是我們還是要開一條路 這個市長您剛剛講的就是45樓公寓 文化的底蘊是不一樣的 好那45樓的這些的底蘊 我們怎麼讓他留著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整建維護 補助的一個的方案 那透過都市更新基金的補助 讓所有全能的負擔可以比較少 可以補助電梯 可以立面拉皮 可以結構補強 也就是說不管是從房子的補強 或者是電梯的增設的這個部分 我們大概都有一些的相應的做法 但是跟47萬的45樓公寓比起來 顯然那個數字又 大家又覺得這個不夠多 但這個部分我們還是要持續的透過 各種的政策的行銷跟地方的溝通 都希望這個成績能夠再好一點 柯市長其實他上任以後 對解決丁子夫的問題 他是有很明確的很具體的指示 我們有累積很多的個案 現在就是說台北市在推動杜耕的腳步 相對來講是積極人 我們請處長來比較 台北市跟六度相比 在案件跟審議的速度 我覺得好像都比別人要更積極 你的看法 還可以 應該是說 我們從97年都市更新審議會改次以來 到現在我們前一子才剛開完 第500場的這個審議會 500場 對那審議的900個案子 那我要跟市長您報告就是說 任何一件事如果他可以重複500次 一定有一些的成績 就是 其實不是比那個成績 應該比大家其實都有心去改善 大家的居住的環境 台北市最強調一個叫都更三部曲 是這個其實要請處理 跟大家來解釋一下 什麼叫都更三部曲 是我也想趁這個機會 跟做一下的政策的一些的論述的說明 也做一些行銷了 公辦度跟1.0 是市長上任以來的做法 那其實市長上任以後 是從法令組織機制來做處理 在1.0的時候 大概我們推了總共18個案子 它分三個類型 一個是公共設施的充實的 或者是經濟招商引導的 還有一個弱勢的輔助 比如說像斯文� 南機場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因為過去有著這些招商的 有著斯文嶺整合的經驗 那我們就進到了2.0 2.0的意思是說 很多45樓的公寓 就是剛才講的47萬戶 是沒有建商願意下去做整合的 因為住戶大家都喜歡說 一瓶換一瓶不要錢 再送個車位 那這個在實務上的運作 跟現實的狀況有點差距 那2.0的部分就是說 建商不願意進去 那就由市政府 由都更中心來做協助 但是要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你要有意願 90%的意願 那我就會去協助 大家喜歡看這個一瓶換一瓶 那我就會財務給他簡單的試算 那我設計也要有一樓 還有標準層的平面 讓他知道大概可以分配的狀況是怎麼樣 如果他還是繼續有90%的意願的時候 住戶就不用出半毛錢會 請都更中心擔任實施者 一路做到事權核定 那在事權核定 不管是之前會之後 我們會用一個選商的方式來操作 目的其實是希望三營 政府其實是希望改善環境 住戶其實是可以分配到一個安全的居住環境 建商還是要有開發的利潤 那現場不是慈善事業 所以希望用2.0去創造一個三營的這些的策略 這些年其實有一個很核心的問題 所有參議都更人都希望一瓶換一瓶 你說這個爭議很大 就是說現實上有些可能做不到 這一點他市長有什麼樣的堅持跟想法 市長歷來就說 這個不同意戶的這個部分 要堅定的去執行 我們現在有正在協調的有事件代差案 那這事件代差案中間有一件我們處理的 大概有9戶10個人是還是不同意 9戶的其實的比例是相當高 但正因為市政府的態度夠堅定 兩師兩工的協調以後 那這樣的協調 不管他是領更新前的價值 或者是更新後的價值 或者是協議和解 或者其他的協商 大概都有機會促成這樣的一個案子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不希望看到 這個最後是用政府用強制的手段 那大概目前操作的起來的時候 其實還可以 就是說大家都還最後都還能夠取得一個平衡點 所有的事情大概都有兩面 讓參與都更的民眾 知道他的價值是能夠增加的 不斷的去創造 像我常講我們公司在南京東路一段 這個轉角的地方是國際飯店 國際飯店在整地的時候 他就剩下那個7坪 現在那個店面也不好做 所以我看經常換人 所以將來如何透過這種理性的論述 讓大家達到一個比較良好的境界 這個促成有什麼想法 其實現在很多案子進來以後就會 範圍的那個部分 就可能一開始事業計畫報 大家就會針對範圍的部分來做討論 那常常就會有市長您講的這個 也許是腳尖 或者是中間好幾個店面 是沒有辦法做整合的 一般其實碰到這個的狀況 其實都會請這個所有權人 在審議會上陳述他的意見 我們現在在處理的時候 甚至於直接先做公辦的協調 那目的其實是希望 還是跟他講 就是跟著大家一起來更新 會有什麼樣的好處 那我剛剛有報告就是說 在更新處理 尤其是像店面的情況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還是希望 他能夠保留一定的比例 保留街道的那些的文理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請大家放心 參與都市更新審議的過程中 一定會有一個公開透明 可以保障他權益的一些的解方 這個我常常跟大家講就是說 幸福不是比較出來的 退一步才是進一步 你唯有退一步的時候 才能夠創造一個好的環境 台北市原來我看有很多社區 都有都更辦事處 這些人看起來減少很多 是不是因為這個意願 好像有降低的跡象 我就從公辦都更的經驗 跟各位觀眾朋友做報告 就是說成立更新會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在1.0有試驗過 其實那個意見收斂其實並不容易 公辦都更2.0就是都更中心擔任實施者 我們從松柏大樓那一個案子 就是他從我公辦都更2.0公告 50天內他就送 那我剛剛有報告過 我必須有兩個階段的意願的這個調查 我也都做完了 住戶其實都願意跟著我們繼續執行 那都更中心就擔任實施者 大概100戶的這個東西 其實還是有可能是在一年之內 把相關的權利義務其實做一個收斂整合 其實我也建議就是說 如果更新會的運作是這麼困難的時候 那不妨大家就是進到都更的2.0的那個部分 我只要你90%的意願 那這個意願其實不是同意書 我只要說你想都市更新 那你只是不清楚以後的可能的建築設計 跟財務分配的狀況 那就由都更中心來幫你做前期的一些的規劃跟說明 那這樣其實有利於這個後面的這些的協商 我特別請教處長就是說 台北市現在準備成立台北市駐都中心 那大家都有駐都中心 這個有沒有什麼差異 大概什麼時候會開始運作 駐都中心這件事情 大概議會已經二讀通過 然後進去就會三讀就可以公告了 局長大概有做指示 就是說因為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務 整個公辦都更2.0的系統裡面 駐都中心就是重中之重 所以大概明年年終的時候 希望可以正式的掛牌成立了 所以從明年開始我們大概 每一年會編至少兩個案子 投入到這個實體的這些的 事權報核必須要的費用裡面 估價建築設計等等的 我想這個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另外一個就是台北市已經完成的大型渡更案 大家經常拿那個斯文理做案例 那請處長來跟大家談談 這個是一個台北市指標性的渡更案 過程依回曲折 跟我們分享一下 斯文理三期是 這個全國大概是唯一的市政府編列預算 親自擔任實施者的公辦都更案 應該是這樣講 就市長其實在選第一任以前 他有到斯文理三期看過 斯文理那邊的環境其實 任何一個人去看應該都可以堅定的 他想都市更新的一些的態度 就您剛剛講的老人家下不了樓 然後房子就是鋼筋玻璃 類似這樣的一個情境 他那個案子其實就是 裡面也還是有一些的弱勢戶 那同仁其實有超過1000次的家訪 開過100場的說明會 處級的人數大概是14000人次 大概幾乎是請處裡面的資源 去成就這樣的一個案子 我們有沒有得到什麼經驗 有就是說我們知道 中間的協商的過程 會是這樣的一個的情境 那也唯有市政府 也唯有更新處跟都更中心下去 才有可能去整合超過 260戶的這些住戶的意願 才能夠在短時間的整合 希望是在明年的4月 可以讓原來已經搬出去的住戶 再搬回去 那最近其實在行為市場的這個部分 又是超過500戶的那個的情境 大概我們也會用這樣的方式 來逐步來開始運作 這種小面積 那個複數多的 會非常複雜 但另外一種就是說 單一個案 比方說國賓飯店準備要拆了 連華國飯店 臨城北路那個華國 包括現在我看六幅客棧 台北市將來對這些案子 有沒有什麼樣的期待 他如果是危險的那個部分 我們歡迎他隨時都能夠 就是希望他能夠馬上的進來更新 那如果他是老的那個部分的話 他如果是單一所有權能 當然也是尊重他開發的意願 那如果進到更新裡面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要求一些的公益性 應該是說我們期待的都市更新應該是 共善共好 意思就是說 如果地方有需求是公益設施的 裡面活動中間脫老脫幼的那個部分 台塑大樓都這樣 是我們都希望他能夠捐贈相關的公益設施 其實是要服務周邊的住戶的那個情況 所以更新的那個公益性 我們還是希望有那創造整個都市環境是好的 好我想最後我們來看台北市其實 一個柯市長其實對公園的整治 他其實下的很大的恐怖就是說 一直有人在維護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現在透過都更 慢慢讓台北市的市容 走上更現代化的腳步 那如果站在都更處的角度來講 我們如果讓台北市的市民 在這一波圍繞都更的重建當中 讓大家一起來參與 讓台北市變得更美麗 我想市長比我更急 所以市長總是會耳提面命就是說 目的其實都是希望這些住戶能夠改建 那其實真的是體認到 沒有建商願意去整合那些產權複雜的 所以才會有公辦都更的2.0 這個的機制如果運作的順暢的話 就是一開始跟市長您報告的就是說 希望他是三營 讓建商其實有開發的利潤也不用去做協商 好做的建商都先做 複雜都在市政府 那因為民眾對市政府 對都更中心有信任感 所以協商的那個部分由我們來做 他如果是真的想更新想改變自己的環境 就跟著我們一起走三營的政策 希望大家能夠支持 從都更三部曲到都更三營 那我想台北市一直都在為都更 不斷的付出更大的努力 也希望能夠讓整個市容更美好 大家有一個共同居住的美好的環境 今天非常感謝處長百忙之中來參與我們的錄影 我們今天的節目到這邊告一段落 感謝大家的觀賞 謝謝